大家好,我是响哥,过两天就是冬至节了,咱们今天来煲一个饺子吃 我们每年的冬至节都会煲一些菊黄馅的饺子 先把新鲜的菊黄剥掉胃皮 然后将菊黄用清水冲洗干净 先放一旁晾干水分 再准备一个火龙果,切开一半,碎皮 切成小块 然后装入榨汁机 打成汁 把打好的火龙果汁倒出来过滤一下 再准备少许的菠菜洗干净 放入榨汁机,加少许的水,打成汁 同样的方法也过滤一下 盆中加200克面粉 再加少许的食用盐,增加筋性 先倒入打好的火龙果汁 将面粉和成絮状 然后挤压成团 中间多揉几次 菠菜也是同样的方法,活成绿色的面团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肥瘦相间的猪肉 改刀切成小块 然后加入搅肉机 放上一点葱姜 打成肉馅 肉馅搅好之后倒出来装盆 加一点点调料水 送到一个方向搅拌 调料水要少量多次加入 将肉馅卸开之后开始调味 加一勺胡椒粉 三勺食用盐 再加一勺鸡精 来一点点白糖提鲜 少许的十三香 加一点料酒去腥 一点点的香油 当然也可以加一点酱油或者生抽 再送到一个方向搅拌均勇备用 接下来开始切九黄 把洗干净的九黄给刀切成小丁 本来我想着今天要包一个九黄虾仁馅的 想一想还是算了 猪肉或者羊肉,牛肉它不香吗 九黄切好后放入前面搅好的肉馅一块 然后加上一勺食油 再用筷子搅拌均勇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包成九黄素馅的 换好的面团中间切开 然后搓成长条 揪成大小整风的面剂子 接着撒上一些面粉 搓成圆球 取上一个面剂 用手按扁 擀成饺子皮 擀饺子皮的时候中间厚一点 边缘稍微薄一点 搅好的面皮 放上一点前面调好的馅料 捏成饺子 绿色的这个是用菠菜之火的面 当然也可以用蓝瓜呀 红薯 和成黄颜色的面团 今天我做了三种颜色的 今天我做了三种颜色的 都是同样的方法 怎么喜欢怎么来吧 现在所有的饺子都包好了 接下来开始煮 煮饺子我们一般都是开水下锅 中途要点三到四次的凉水 饺子才能煮好 如果你包着饺子煮的时间容易破 也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淋上一滴醋 饺子现在完全已经熟透了 用照理捞出来装盘 今天的九黄猪肉馅的饺子就做好了 鲜香滑嫩又筋道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做起来吧 我是响哥 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那就点赞关注我呗 谢谢大家外分感谢 这两天有点感冒 不精神了 绿色的啊 然后蘸上这个灵红酱汁 来一口 吃吧 嗯 再来个绿的 嗯 要一点 嗯 太香了 菊黄虾的饺子我觉得得放些 虾仁是不是更好吃 最近是不敢吃虾 哈哈 要不然就放一点 嗯 要不然就放一点 嗯 胡胡阿姨给爸爸点个小红鲜 真是鱼鲜 谢谢大家 爸爸做的饺子真好吃 谢谢 谢谢